創意比財近在運通 而且開始出現比價效應 來 我們看這邊 今天指數收盤是大跌104點 收盤 盤中大跌167點 我們絕不心存僥倖 唯有順勢操作才能大賺 各位還有沒有印象 上禮拜的大力光暴跌 那台灣最貴的股票開始大跌 緊接著它下面的股票會開始跌 所以說你會看到 來 這是漢維科今天殺跌停板 而且是連續崩跌 有沒有 最近是連續崩跌 今天也殺到跌停板 開始往下比較囉 四大千金裡面的精華暴跌 現在只剩下碩河還沒殺到跌停板 那我告訴各位這些什麼意思 很簡單 當這些最貴的股票 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都開始崩跌 那它會開始向下比價 三四百塊的 開始往下比一兩百塊的 一兩百塊往下比各位那個 中低價的 所以說開始向下比價之後 那殺盤的力量會越來越重 來 所以說 可是你會覺得奇怪對不對 上禮拜 我不是跟你講會反彈 好來 這一波一路暴跌到這裡 有沒有 這一波反彈賣掉之後 暴跌在這裡 我不是每天叫你賣股票喔 怎麼跌我怎麼樣 我每天都跟你講避險操作喔 一直跌到這一天 1月7號公開預告 比弱勢還弱勢的反彈 它有機會反彈 但是我很明確的告訴各位 這會比弱勢還要弱勢的反彈 而且它速度很快 我老師真的很快耶對不對 一天而已 所以說隔天1月8號 我怎麼告訴各位 還沒開盤 雖然台股波段仍未跌完 但總是要休息吧 而且避險放空最好的時機 已經過去了 所以不建議追空 也沒有那個必要物極必反 有機會 市機搶短多 那我們沒跟你講 有啦 搶多 補空 大賺 買最強 縮盤漲41點 對我來說 對各位來說 可能大盤只有漲40點 可是對我來說 指數漲100點 對不對 因為 從這裡拉到這裡嘛 好 那我也很明確告訴你 我買經電 沒有在蓋頭蓋面 我說我買經電就是買經電 台面上有哪一個跟我一樣 我告訴你 我買什麼 我買什麼 我做多 人是每天叫你做多 做多 他一路斷頭 斷到這裡 不敢叫你做多 我們是全部通通道 叫你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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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手者空手空手空手 一直做多 一直到這裡開始做多 好 那我做多的標例就是經電 很簡單 沒有模擬兩可 斬釘截鐵 收盤狂飆差一點掌停板 好 過去他最肉 現在他最強 到今天 老師今天台股大跌 他還在飆對不對 不要心存僥倖 利用他創新高 提槍快跑 目的不是要賺大錢 因為當行情有風險的時候 我不會存有任何的僥倖 該跑我一定帶你跑 股票市場最大的利 最大的優勢就是在於 你有買有賣 為什麼你沒有壓力 為什麼你可以開心的賺 因為你掌握轉折 你就自然不會有壓力 因為你有買有賣 會多會空 你自然能夠輕鬆的賺 這樣很簡單 來 所以說今天跌104點 我們絕對不會心存僥倖 老師經電很強 逆勢大漲 還收紅 很厲害 那我還是要強調一遍 我絕對不會心存僥倖 因為 每一分一毫的資金 都是會員的錢 唯有順勢 才能大賺 好 來 所以說今天一大漲 還沒開盤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各位的 台股超級弱勢的反彈 不論賺不賺得到 都隨時要提降快跑 都要提降快跑的準備 長線的趨勢是難以撼動的 請你順勢操作 如果你知道要反彈 如果你知道它的反腹有多大 你會怎麼做 老師哪有這麼準 哪有這麼準 弱勢反彈 它要反彈了 而且是超級弱勢的反彈 而且我告訴你 這一塊 這一波速度會很快 馬上就結束了 好 那我們也掌握到了 那原因我不贅述 我們會用行動 會用操作來證明給各位看 好來 我們不是每天在買股票 包含前一波是一樣 你發現每一波都一樣 12月14日禮拜一 主跌段五天跌掉555點 讓我很心動 它向11月16號 我們再看一遍 12月14號是哪一天 是這一天 那這一天 為什麼我跟你講 像11月16號 這裡嘛 那它有沒有反彈 有嘛 那你知道它是反彈 你要做什麼動作 強短多 撞完要跑 就算你沒撞也要跑 一路等它崩盤崩完 才可以買 所以說我不是每天 連每天叫你買喔 每天在逢低買進喔 我是在這一天 才跟你講可以買喔 所以說這一段過程當中 我唯一帶你進場的那一天 就是這一天 那你買在波段的最低點 想不大賺都很難 然後我在這一天就叫你賣了 喔老師啊 你賣最關鍵耶 後面還有創新高 創新高對不對 賣完我跟妳講 這裡 我們在佈空單 做避險單 然後一路崩盤 跌到這裡 我才帶你買 唯一進場的一天 就是上禮拜 好 主跌段 五天跌掉 我保證很讓我很心動 所以說那一天我有做多了 有齁 像這一天一樣嘛 好 那我跟你講叫弱勢反彈 我不贅述齁 那這一天我 這一波叫弱勢反彈 這一波也叫弱勢反彈 有齁 弱勢反彈 弱勢反彈 那這一波叫什麼 比弱勢還弱勢的反彈 那你就知道了 不要指望 行情有太大的表現 所以說前一波的反彈 彈上來我叫你賣 節目上公開預告 節目上直接告訴各位 有沒有 強短是這天賺錢就跑 最好賺的 我們再買 我們買完之後每天都大漲 漲不動我帶你賣 有沒有 好 那可以強短了齁 我不贅述喔 我講過了喔 來 後面你看到彩骨在震盪齁 剩下什麼 肌股剩下什麼 雞肋嘛 實之無畏 氣之可惜嘛 考驗大家的智慧 到底剩下5點10點 你要不要做多 夕陽無限好 只是清黃昏 我每天都在提醒各位 多拉一天 多一次機會 積極向上避險操作 避險放空操作 12月24號 我公開預告 積極避險 提防大跌 好 如果我告訴你 未來準備大跌 結果隔天卻沒有跌 24號告訴你要跌 所以可以避險 25號再漲 請問你會說什麼 老師啊你沒準啊 明明就起 我給你3個小心 因為當天指數是拉高的 不要浪費政府的美意 好不好 他們有在做事情 不是沒在做事情 12月18號跌四點 請你站在賣方操作 12月9號禮拜二 大跌71點 長黑吞噬 節目上公開預告修正開始 這一根跟這一根跟這一根都很像 長黑吞噬之後後面就是崩盤 有沒有 所以長黑吞噬就是修正的開始 不用等到這一根 我在這裡就知道他要崩盤 所以說當你看到這一根的時候 還來不來得及 還來得及跑 可是如果你都看到長黑吞噬 我都跟你講要跑 你還是不跑 結論是什麼 很簡單 看著他掉下來 看著台股崩盤 所以說如果你知道會掉下來 你會怎麼做 股票賣光光 保持空手等他崩盤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積極的人會怎麼做 積極做避險操作 好 可是你那一天一定會告訴我 你那一天一定會找一大堆的結合 告訴自己 這個只是 這個只是拉回 只是整理 只是休息 因為怎麼樣 當天晚上的美股市全面大漲 對不對 好 我還是告訴你 逢高趕快跑 積極者向上避險放空操作 好不好 該來的絕對跑不掉 有沒有 開高走低 積極避險獲利ING 12月31號 拉高 去叫勒 我告訴你 如果真的沒有行情 你為什麼硬要去做 老師啊 你到底聽 你到底看有沒有 大漲58點 可是明明漲58點 我卻告訴各位 沒有行情 而且我告訴你 這個全部都要還 對不對 來 當天我怎麼告訴你 再重生一遍 台股短線反彈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忙忙太多 修正坡已經展開 你在說消費對不對 起58點 結果你收完 你盤中告訴我 修正坡已經展開 你收完盤 你還是告訴我 修正坡已經展開 對不對 中間可以休息喘氣 但絕對不是滿一點 空手則保持空手 避險操作下面的空間 還很大 大漲58點 告訴你下面空間很大 然後開始封關了 元月1號2016年的台股像Nike 四大基金封關加碼31 它是有目的的 它的目的是讓指數拉高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到指數拉高 要不要高興 不要太高興 封關四大基金加碼31 元月2號 15檔利多啟發賀新年 因為有元月行情 因為有正所稅廢除的問題 的問題解決了 好 元月3號正所稅落日16檔前來也 大戶中15歸對 以元月4號崩盤大跌223點 積極避險獲利滿滿 有沒有 請問你告訴我 你是不是又聽到大跌就是買點 你是不是又聽到逢你買進 彎腰減鑽石天上掉下禮物 我再強調一遍 各位 從我們指數高點公開預告 叫你把股票賣掉崩盤下來 這過程當中 每天你都會聽到 逢低買進 彎腰減鑽石天上掉下禮物 人氣我取 對不對 可是我想問各位 這些話 有沒有幫到各位 還是讓你 買了越多股票 賠了越多的錢 所以我再強調一遍 當你聽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不會告訴各位 是買點 我只會告訴你 把股票賣掉對不對 故就算有反彈 你還是要先跑再說 1月5號 跌39點 避險也能大賺 為什麼你不做 元月6號大跌126點 順勢操作輕鬆大賺 元月7號暴跌220點 開始補空獲利 開始獲利補空 大賺數錢 中節目上公開預告 所以禮拜五反彈 搶短多金店 賣掉 然後呢 開始做避險單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跌 你要知道的 主流股如果沒有漲 台股是很難漲的 生技股已經開始在做頭了 這我以前都講過了 我跟你公開預告的雲層 恐怖的頭部型態 暴跌 所以說我們做避險單 操作大賺 懷特節目上公開預告 頭部型態確立 沒人這麼好心 我的目的只是希望 你不要跟我對坐 當我在做空 當我在做避險的時候 代表他後面可能會有大幅度的修正 而如果你在這裡去做多 你要面臨的風險很大 再強調一遍 我要強調一遍 我不是死空頭 如果我是死空頭 我上禮拜不會帶你去做多 我們只是操作很靈活 是不是很靈活 我是不是今天就帶你把多彈賣掉 反手放空 好 來 那懷特是不是也大跌 這節目上公開預告的股票 我就不用多說 我的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美律 逢高避險放空 腸尾 逢高避險放空 他的型態一模一樣 型態都出來了 請你做避險操作 對不對 所以說千萬不要做多 你不放空也沒關係 我再強調一遍 我沒有硬性強調規定 你一定要去做這個動作 但是我再強調一遍 如果行情會修正 你為什麼不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做這個動作 好處太多了 一來你可以避險 二來你可以降低你 在大跌的過程中 去布局買多攤的衝動 三來你可以順便大賺 是不是一減二、五、五、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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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空腸尾 對不對 這是我們空腸尾的口訊 12月22號 12月23號放空腸尾 每一個會員都有你不用緊張 12月25號美律放空 12月9號美律放空 12月30號美律放空 1月4號美律再放空 基本上就是12月的最後那兩個禮拜 再布局美律跟常委的空單 好 最後美律爆跌 有沒有 1月7號禮拜四 美律跌停盤全速回補 美律公賀全體會員 美律真的賺太多了 波段空單全速獲利回補 1月7號 1月7號的常委也是跌停盤 可是當天我沒有補 我在1月8號帶你回補常委空單 全線回補 對不對 避險空單今天換成4529常委 賺翻了此處全速獲利回補 眷空大賺獲利回補 我再強調一遍喔 我們不是死空頭 只是操作很靈活 好不好 那 放空也能夠大賺 好 我們所有的操作保證沒有空包單 我們所做的每一個動作 都是會員的操作 所以說我今天跟你講 我放空大賺就是大賺 這樣夠不夠清楚 好 你可以跟著做啦 如果可以賺大錢 你為什麼不做 我真的不懂 好來 同樣的道理 來 這個我還沒有補 到現在都還沒補 從這裡放空到現在都沒補 今天創新的 續報 還是續報啦 我一定會留一手 你放心啦 我在節目上講的 我是要提醒各位 請你不要跟我做反向操作 但是呢 你是我會員 我一定會給你更好的 對不對 這是康友 F康友 6452的康友 歡迎避險 好來 避險康友 加碼避險康友 放空啦 1月4號禮拜一 康友跌4塊錢 1月5號禮拜二 康友跌5塊錢 1月6號禮拜三 康友跌13塊半 越跌越多 越賺越多 有沒有 1月7號禮拜四 康友跌停板 大跌33塊半 1月8號禮拜一 禮拜五 康友大跌10塊半 補空 有沒有 康友 1月8號 賺得好開心 全數獲利回補出新 我們在這裡空康友 4塊5塊13塊半 大跌33塊 大跌10塊錢 連續跌五天 狂跌67塊 獲利入大 有沒有 那 回補之後有沒有反彈 當天馬上反彈 好 今天一大早 康友 談完了 此處 避險 放空 為 來 尾盤沙跌停 獲利 再 加 馬 避險真的很好賺 高檔半空 一路暴跌 獲利回補 這一半 狂跌多少錢 狂跌67塊 反彈起來 彈不上去 避險再空 今天又殺到跌停板 今天又殺到跌停板 整個波段已經狂跌82塊了 你今天空完馬上大賺 今天是大跌30幾塊錢 是不是避險能夠大賺 那你為什麼不做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你說為什麼要避險 很簡單 你從去年底 12月18號 央行降息 棒 你就知道原因出現了 澎淮南經濟成長趨緩 以產力向操作 他已經告訴你經濟真的太糟糕了 為什麼要降息 很簡單 因為 經濟狀況真的很糟糕 消費者信心指數大跌 已經跌超過半年了 連八降消費信心大跌 4月率創新高 出口 出口 11月出口連十黑 雙位數衰退擴大 而且創下金融來銷最高紀錄 這個是我之前都告訴各位的東西 今天 這個週末已經公佈了12月的出口值 大減13.9% 連十一黑全年衰退10.6% 連續十一個月 副成長 那台灣經濟研究院的主任 他跟你說什麼 台灣出口 現在面臨四大皆空的嚴峻情勢 為什麼要避險 是要避開風險 是要順便大賺 如果你不願意做的 請你保持空手 這樣好不好 一樣 行情真的來的時候 我會讓你全力做多 但是時間還沒到的時候 請你不要隨便亂買 不要指望太高 一樣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做的 請你跟上腳步 給你最大的幫助 用最快的速度 幫你翻身 帶你買標股賺大錢進廣告 第一手的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鎖定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快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鎖定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快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解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能力 選擇你的網路 鵝排氣密窗 賴斯堡是最認真 最專業 最了解 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 賴斯堡委員在台北市 聽澳 瓜婆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義不容辭 全力相挺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 很重要的資產 最優質的立委 賴斯 歡迎來到回家現場 想清楚誰可以幫你賺大錢 再強調一遍 股票瞬息萬片 沒有百分之百 所以要靈活操作 我們給各位的是百分之百的實戰 我們給各位三大保證 我們股票你一定看得到 買得到賺得到 因為我們都是事前預告 有買有賣 只有有買有賣 你才能夠真正大賺 我想問各位 台股崩盤 有沒有人告訴你 你要先把股票賣掉 在崩盤之前 11月4號收工 11月4號每個人都叫你做多 每個人都告訴你指數要上看9000點 台股多頭歸對馬錫會引爆 聯岸3D全面大漲 11月5號對不對 11月4號請你獲利落袋 10月5號再強調一遍 收回銀彈以備未來做準備 沒有人規定股票天天買天天做 滿手銀彈你就不會手軟 請問這是什麼時候 這是什麼時候 這是什麼時候 都可以搶 都可以做多 都可以做多 我帶你做秦亞 我帶你做齊立心 齊立心有沒有叫你賣 有啦 然後這一波的反彈 後面這裡再反彈 我有沒有叫你做南光 有啦 有沒有叫你賣 有啦 節目上公開預告 沒有在抗頭抗面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只要你看過節目 好不好 然後我叫你做什麼動作 彈完了該賣就賣 我不是賣在這裡喔 我不是賣最關鍵喔 把它放大 我是叫你賣在這裡喔 哎呀 黃老師個大傻瓜 賣完還在漲 後面崩盤 那請問你告訴我 賣在這裡是對還是錯 這是考驗各位的耐心 所以說這麼好的機會 這麼多的機會可以讓你放空 你為什麼不做 我們帶你空美律 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 喔 你只有這樣做才能賺錢 我們帶你空長尾 事實證明是對的 你只有這樣做能夠大賺 我們帶你空雲層 帶你空懷特 而且我要強調一片 這都是節目上公開預告 對不對 我懷特空懷特 我跟你講 我有看頭看名嗎 我從頭到尾就看字 我不看好他 好 包含我們 元月份帶你空的康友 空完呢,空完有沒有馬上大跌 小跌4塊,小跌5塊 大跌13塊半,直接跌停板 跌停板隔天再跌10塊錢補空 獲利回補初心,賺得好開心,對不對 回補之後,他有沒有反彈 有,今天再把他空回來 是不是又跌停 尾盤跌停,獲利再加碼 殺到跌停板 整個波爛狂跌82塊 實在有夠好賺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賺的,請你跟上腳步 給你最大的幫助 只要你願意把手伸出來 用最快的速度幫你翻身 會多會空,就能夠賺大錢 祝你超順利,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無不當制裁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支持朱立伦 立委 立挺 罗明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